今天的主角是老娘也要當間諜 The Spy Who Dumped Me 有演過黑天鵝、熊媽祭、好友萬萬歲、阿姊萬萬歲的Mina Kunis 以及新一代的喜劇諧星Cade McKinnon 主演Susanna Fogart 指導 老娘也要當間諜劇情敘述Mina Kunis 飾演的主角Audrey 在被男朋友無情的以簡訊分手之後 突然發現這個前男友不是普通人 而是掌握重要情報的CIA特務 然後她和她的好閨蜜兩個妹子 意外的捲入一起世界級的陰謀當中 這是一部整個電影院會跟你一起大笑的電影 我覺得是有比我預料之外的還要好笑 整體劇情基本上也推動得很流暢 只有在最後有一點點的缺點 我在看電影的時候是比較忍不住笑的那種觀眾 通常在前面觀眾還在會心一笑的時候 我已經是會笑到整個電影院都聽到我的笑聲的那種人 這部老娘也要當間諜 是讓我真的笑到不行的一部電影 很開心的一部動作喜劇 而動作戲的部分也是很精彩很好看的 英文片名The Spy Who Donned Me 很明顯的是在模仿007海底層這部電影的原文片名 The Spy Who Loved Me 之前拍了三集的惡搞喜劇王牌大間諜 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去取它的原文片名 有女性當主角的諜報喜劇 在近期都還算是蠻成功的 像是Melissa McCarthy主演的麻辣間諜 或者是還有Saint Joe Block的麻辣交鋒 而這部老娘也要當間諜最大的特色 就是這兩個年輕的女演員 她們本身的喜劇性格以及這個角色的設定 這兩個女主角是相當普通的平凡人 在面對一連串危險的事情發生在她們身上的時候 那個反應是相當的好笑的 非常的驚恐然後又可以集中生智 這兩個人也在這部電影當中 在危急的情況之下做了相當多瘋狂的事情 不過在台詞的笑點部分 我想可能就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喜歡的 像是我也不是每一個笑點都會覺得好笑 有的地方不知道是本來就沒有那麼好笑 或者是就有一些我看不懂的部分 在這個女導演的處理之下 蠻多是我覺得女孩子比較會懂的笑點 像是閨蜜之間沒有秘密這件事情 她有蠻多不一樣的喜劇內容放在這個間諜喜劇當中 在電影結束之後片尾的兩個段落 我就不是一開始就很懂 沒有看懂那個幽默的地方在哪裡 很多地方給我的感覺是這個女導演 對女性的自嘲 我覺得是蠻高明的喜劇度數 劇情上面沒有太多的意外在 而且有蠻多明顯的老梗 疊爆片裡面應該要有的 記中記、臥底、行球、電腦駭客、打鬥或者是變裝 都有出現在這個裡面 而我覺得老娘也要當間諜在細節上面是處理的蠻成功的 而讓整部電影不是只有看兩個女主角在搞笑而已 還是有蠻多的小驚喜在的 我特別喜歡電影的前半段 不斷的插入主角跟前男友相遇的橋段 讓整部電影就是以這場感情的破裂 這個主角被甩了這件事情為出發點 因此讓這個平凡的美國女孩離開自己的國家 跑到歐洲來不顧自己的性命去冒險 其實這個故事也可以看成 主角分手之後的療傷之旅 或者是一個女性受傷之後要復仇的故事 而演員部分很驚喜的看到X檔案的Gillian Anderson 但是他好像就是來擺擺架子而已 兩個男配角都算是稱職 尤其在他們負責的動作戲上面是非常好看又成功的 同時又沒有搶走太多主角的光彩 有看過Cat McKinnon演戲的人 大概就知道他永遠都是同一個樣子 瘋瘋癲癲很浮誇的表演 有一種女版金凱瑞的感覺 在這部電影當中我覺得是蠻適合他的 給了他一個比較平凡的角色 讓他就像是你身邊的朋友一樣 Milakunis 則比較沒有發揮的空間 但是他也很重要在奠定這部喜劇 比較生活的那個基調在 讓他不會像是其他部間諜喜劇一樣 那麼脫離現實的誇張 這是一部很適合約會去看 或者是找幾個姐妹一起去看的動作喜劇 很不錯 很放鬆 很紓壓 演員的表現很可愛 故事流暢又有趣 是一部惡搞007又沒有那麼惡搞的間諜喜劇 特別推薦給在自己被甩之後 也有幻想過自己的男女朋友 是不是特務的人去欣賞這部電影 老娘也要當間諜這部電影 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讚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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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